你不得洗衣服 你不得洗衣服 要帮大家做个饭呢 你要忙活忙活 大哥啥都不做 你自己啥都能整 我实际我挺喜欢 你看就是两个人 就是没事的 跟一起完了 买点菜遛着遛的 回来家两人一起做点饭 吃完了没事熟着完了 或者看个电视 老婆课完了 再没有事出去遛着碗 这辈子就想向往就是说 两人在一起好好回忆的 你到现在也没人能锁我往人 先往这个 对 她是这么事呗 常大姐这几句 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要求 却是她和袁大哥 都一直渴望而不可及的 俩人顿时觉得更投缘了 这不啊 他们准备开始一起忙活 今天的午饭了 你这一位我饭点菜呗 嗯 行 行吗 嗯 行 行 先挂这个 把那个 切得太好了 你听那个东西就那什么啊 有的 有的拌凉菜吧 拌黄菜 已经有的 行吗 没有药 嗯 行 大姐也愿意吃什么呢 我什么样的走行 嗯 你不会说话 你不论吃戏的 我 我吃的这方面 我真不挑 大姐太实在了 不吃了 不吃了 好养 大姐的盐味 你对 也是 那戏的 你愿意吃 大哥说你好养吗 嗯 我真好养 好养 俩人说说笑笑 到距离也拉近了 气氛也越来越好了 这凉菜美味 鱼也鲜 大哥大姐的脸上啊 都挂着 抑制不住的笑容 一会儿的功夫 丰盛的饭菜就上桌了 看看大姐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有鱼 有肉 有菜 全准备好了 你看这份心意 大哥 想说点啥 我改给老门吃清晃的 哎呀应该 来一口来好 来尝尝鱼吧 不知道咸道啥样 咸道挺好 咸道不错啊 来我也尝尝 尝一尝 大姐就是还有啥呢 那方面有点顾虑啊 可以跟大哥说 大哥这方面有啥对大姐觉得 有点那啥的 咱们就这落到放到桌面 对 没事 因为大姐也说 大姐那点你肯定欣赏 大姐说 啥事咱就是 直接都说出 别在心里 椰子肠子什么 啥事整在桌面上 对对对 别跟那咸道 不知道咋个事 干什么气 哎对 我最防止的是 完了你不知道是什么事 你这头你还不知道是咋个事 摊着那头鼓气了 哎 完了弄得你 你面前去 完了以后还不是啥 对 完了以后还不是啥 对 以来的牛也太僵促了吧